她跟前女友分手多久 跟你确立关系 不到半年 有半年吗 不到 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也看过她的 其他的社交软件上 她还时不时跟她前女友联系着 出去约会了什么的 是吧 就是普通朋友 这是所有问题的症结 在一开始如果就存在症结 这个症结就会幻化为 所有的疫情 无论是偶家里的肉 还是司法考试 引发的争吵 又或者是广盘里的照片 因为你始终感觉 我没有彻头彻尾地拥有它 前任之所以敢在你这儿放肆 一定是因为她的忽视 这种忽视 有普通朋友的暧昧 也有自己认为 这不是一回事 甚至还更有 她内心有一种惬意 她把她骂成那样 你不心疼吗 心疼啊 你不愤怒吗 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知道了 你不找她好好谈一谈 让她不要再骚扰 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前女友分手之后 还以普通朋友交往了多久 就是偶尔的微信上 你有没有跟前女友谈到过她 谈到过 有没有诉过苦 没有 说这个女生哪好或哪不好 没有 没有 那你觉得她为什么敢那么放肆 这个我真不知道 因为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就给前任 所以其实你承不承认 你跟前女友和她之间的时间太近了 这所有这过程当中的无缝连接 都让她感觉到惶恐 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迅速地结束 又迅速地开始呢 你甚至没有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适应的时间 你没有 这个问题会一直伴随你下去 做企业的人有一句话叫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如果放到爱心里面 那就叫爱人不疑 疑人不爱 但你做不到啊 这会成为你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一个永远跨越不过去的一个阴影 甚至于现在你在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也一定老是在想 我跟她在这个餐厅吃过饭 她跟她有没有在人吃过饭 她为我做过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为前任也做过 你肯定在想这些事情 所以你进入的也太快了 你没有了解得清楚 事实上当她的前任 在微博上谩骂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清醒地冷静一段时间 和她分开一段时间 看清楚了再继续 但是你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一页翻不过去 事实上我也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对你的确也没有多么在乎 我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去找前任算账 但是维护现任的名誉 这是他当仁不让的责任 就像一直以来六七年了 这网上老是说我离过婚 莫名其妙 但我觉得对于我妻子来说是一种不尊重 所以我才发了律师证明 这件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害处 但问题是你受到了伤害 他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做 管得住管不住前任是一回事 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维护你的伤痛 维护你的权益 只要跟他有关的 他应该去做 但他没有做 所以你们的恋情 没有一个好的开始 就不会有完满的结局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